大家好,我是雅馨,欢迎收看本期的艺术史 我们现在的社会人言可畏,人心难猜 我们在为人处事当中,我们都想耿直一些,用真诚去交换真诚 但是你可能会发现,其实过于的耿直也会让你容易得罪人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个为人处事的说话艺术 鬼谷子说,欲闻其声,反墨,欲张反脸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想要听到对方的话,我们就应该保持沉默 想要敞开,就应该学会收敛 也就是在告诉我们,做人不能够太耿直,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拐弯 三国时期的谋士贾许,可能没有诸葛亮、曹操那么有名 或许我们都会认为他就是三国时期的一个小配角 但是在历史上,他应该算得上是一个能够搬得上台面的人物了 他不仅会说话,还懂谋略,深得曹操的信任 甚至连当时曹操立太子的事都要咨询这个贾许的意见 在古代,皇位都喜欢传给长子 但是曹操却很喜欢跟自己一样爱好吟师作父的小儿子曹植 但是这大儿子曹丕呢,也没有什么毛病 于是曹操就很纠结 有一天曹操单独召见了这个贾许 想跟他谈一谈这个立太子的事情 曹操本以为贾许会站在自己的意见一边支持自己 但是贾许呢,却一声不吭 曹操有点着急了,就说 说我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回答呢 贾许回答说 回禀主公,我之所以不回答您的问题 是因为我在想一件事 曹操很好奇就问他,什么事 贾许回答说,我在想袁绍跟刘表这两家的事 曹操不理解这个行为 贾许进一步的解释说 当时刘表跟袁绍这两家都曾经非常纠结 不知道该传位给大儿子还是小儿子 然而他们最终的决定呢 是让小儿子来继承大统 而最后的下场,我想您也知道 果真曹操听了之后恍然大悟 最后呢,让曹丕当了太子 现在我们来看这一点 贾许当时的回答 其实呢,是有一点这个小套路在里面的 他没有直接告诉曹操要立哪一个儿子为太子 而是举了一个例子 让曹操自己来选择 那么就这样,就算日后曹操后悔 我想呢,也怪不到这个贾许的头上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有的时候,你说话过于耿直 虽然说你本意不坏 但是别人听在心里就不一定是怎么想的了 因为有的时候你的直言不会告诉别人他的缺点 虽然说他事后会觉得你说的话有道理 但是当时你说出来 他的心里还是会不舒服 所以说,有时候适可而止的套路 学会拐弯 这才是我们人生当中恰到好处的智慧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分享 就是这些 对我们视频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呢 也欢迎私信我互动交流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